- 因为现在我才刚开始还是才刚开始录Vlog录了一个一个多月 然后我想说我可以多种方向都尝试一下然后找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一种方式去录Vlog 那我这一周因为新买相机所以就会比较想说每天都录 但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进食每天录啦 就是呃就记录一下我每天的生活吧看看看看这种能录机片 OK 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 我要把今天的to do list给先列出来 ok 我刚把今天的任务排好 因为我之前没有怎么好好用这个app 然后所以刚才花比较长时间去列了一些分类 然后这是前面有加emoji的是我最近比较重要的一些事情 然后能力提升就是包括一些我最近准备学的 比如说设计学啊哲学啊心理学什么的 那我在这上面加emoji的作用呢 就是因为我把今天其实我现在这些里头都只有我今日要做的事情 都只有一些今日要做的这样的事情 然后我之所以列emoji呢 因为它这个app有一个专门今日的一个一列 那你点进去看它就会把你所有勾上你今天要做的事情 它都会在这边显示 然后它会把它的分类显示成淡灰色 那加上emoji就比较清晰 就比如说我最近要练法语 那我看到这个法国符号 就知道这个这一个选项这一个嗯 这一项是属于法语这个分区的 那我这边today的这一些总共列了十项 其实我知道自己可能不可能把这个十项应该不太可能吧 把这十项都完成 所以呢我把它分成 因为它是有一个选项叫做this evening 就是今日晚些时候完成的事项 那我就是把我今日主要要完成的五件事放在上面 那还有五件事就是对我来说完不完成都可以 不会太大影响的 我就放在this evening这个选项里头 ok 那我现在要开始学习了 我就看看今天到傍晚的时候 我能勾上多少选项吧 Une maison Une borte Une borte Une borte 因为我现在才刚练法语 所以都是现在是最简单最初级的一些阶段 然后它的界面是这个样子 天呐我这样感觉自己好像在做推广算了 Une bor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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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中间订了个餐 我现在准备吃一下午饭 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感觉学语言的时候 我就一定要就是 边念边写就是找这个手感 这是我在练英语上的一个习惯 然后它有帮助我就是寄到单词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写的时候你在念在写 然后你脑子里在记这个句子的时候 也会更容易一点 ok 我要吃饭啊 边吃边念 还好它是在APP上面 所以 所以还比较方便一点 哇 今天好热 然后 对 就太热了 我也不想下去吃饭了 今天也不是今天了 其实我一般在工作室的时候 我都可以宅一天 就是宅女的日常 然后订了一个餐 今天特别想吃凉皮 然后就订了一个凉皮加肉夹馍 虾小米粥 就因为它有套餐 我其实没有想点小米粥 然后就觉得说算 点套餐比较方便一点 我最后会订了一个温度 那边其实就是仅在家里 一般的凉皮 我就知道 就不喜欢吃饭 那边就吃饭了 我最后就吃饭了 所以我会在家里面 最后就吃饭了 那边就吃饭了 就是炒饭了 最后一样的吃饭 这边都吃饭了 是因为炒饭 它就吃饭了 我刚刚把第一项任务做完 然后我开始第二项任务了 也就是我老师给我布置的作业 其实像国美现在设计这一块非常关注的是 怎样去解决社会问题 那我现在要做的是关于一个设计如何介入老龄化社会 我之前有在极客上po了一个短视频 就是70岁的儿子百岁的爹妈 但是我发现我po那个视频的时候 就是点赞和评论的数量就完全比不够我发其他东西 就是但这确实是一个社会上比较严重的问题 老龄化的一个现象 那OK我要开始分析 这是我之前在YouTube上面收集的一些和老龄化相关问题的一些视频 然后有一部分看了一部分还没有看 我现在准备看一下这个 Asia in America Crisis in Long Term Care 因为我觉得我觉得这个视频 我看标题 我感觉它应该和 就是我老师发我的这个 70岁的儿子百岁爹妈的问题有点类似 包括看这个封面的照 然后我现在看一下这个 back when I was working this wasn't even on my radar and all of a sudden I found out that there are really are no resources out there for somebody who is in the situation that my dad is he's kind of in the middle and not rich enough to pay for long-term care so the burden falls on his stepdaughter I don't look at that as a sacrifice I just look at it as that's just the way that life is right now 我第三件本来定的是在YouTube上面看那个教学视频学法语吗 然后 不知道能不能看见我电量 能不能看见我电量 百分之三 就是我没有带iPad的充电线 然后我用手机充电线充iPad 然后就是 完全电量不够用 其实我现在手机也没什么电了 我现在手机只有百分之十四 以及我的相机也没什么电了 我相机只有 多少来着 刚才看好像百分之二十七吧 现在看不到 那我现在用不了iPad的话 我先去 看数据 打来了 哪里 我��间的 有途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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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